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所有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兩岸大事 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先歡迎我們的嘉賓 來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正生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陳立委 蔡振元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農民平安喜樂 好 還有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 政紀文總編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帶您持續的關注的是 兩岸的緊張衝突 現在仍然持續的升溫 好 金門現在再次的成為 這一次的兩岸衝突的 一個最前線了嗎 今天我們都帶您 一起來關心 還記得嗎 大陸的那艘漁船 在14日的時候 在金門的海域越界了 遭到台灣方面的 海巡署展開的執法 那麼該船因為蛇行的高速 逃離巨檢導致了兩船 導致了船隻翻覆 船上兩人是不幸的落海 而且死亡 這件事情在發生後 引發了陸方強烈譴責 還引發了現在呢 在大陸內部 民眾的情緒都非常的激昂 我們帶您持續來關心的是 那國台辦氣氛之下 即大陸的國台辦 他先稱名說 夏京海域不存在所謂的禁止 還有限制的一個選域之後 最新再帶大家來看到 是大陸的海警微信公眾的消息 來看到是大陸的海警局的發言人 這一位呢 他是甘雨 他怎麼說的 甘雨說他會持續的來加強海上執法的力量 會在夏京海域進行所謂常態化 注意到了 接下來會進行一個所謂常態化的一個 巡查行動 進一步維護相關的海域的 這個漁船的作業跟生命財產的安全等等 好 我們來持續的關心是 國台辦這一次聲稱 今夏海域不存在 剛剛特別提到了禁止限制的海域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海警局 這一次態度相對的強硬一些 宣布了常態化執法 影響是什麼 严老師怎麼看 我想跟過去 就是從這個裴洛西來訪問台灣的時候 大陸這個軍機或者軍艦繞台 這個情況是一樣 所謂常態化 就是他已經真的是把台灣 就是視為就是整個領空領土 都就是海峽中間也沒有了 然後他也希望就是 讓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台灣海峽 其實等於是它的內海一樣 那我想今天我們看到這種漁船的爭議 我們就想到譬如說美國好了 如果今天美國它各有很多州 它州之間其實沒有所謂的水域的界限 因為是美國 國與國有這個水域 州是沒有的 那同樣在大陸也是一樣 譬如說在這個山東跟遼寧之間 你說這塊水域是遼寧的 這塊是山東的 也沒有這個問題 那剛好兩岸只是有一個台灣海峽 那我們過去好像默認 大家有一個中線 但如果變成一個中國 那就這條中線就消失了 那這條中線消失了 那就不會有 他認為說如果沒有 就沒有什麼越界的問題 我自己做非洲研究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非洲在這個東非地方 有很多個湖泊 每一個湖泊剛好都是國與國的界限 那最有意思的是在哪裡 最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馬拉威湖 馬拉威湖 馬拉威人認為是 湖應該都是中線嘛 就好像我們過去什麼珍寶島 以前大家都在講中線 它不是 馬拉威說我的邊界到坦尚尼亞這一岸 那怎麼可能會被接受 所以就會有衝突 那同樣在這個維多利亞湖 那烏干達跟這個坦尚尼亞之間 也是有衝突 然後在這邊 在這個基甫湖 這個鋼果這邊也是一樣 很多的漁夫會被逮捕的 那漁人就是說 他說我們在這個湖泊上面 非洲比較落後了 那可能沒有那麼好的偵察系統 他說我怎麼知道 我已經跨過水域了 我怎麼知道我已經跨過中線 很難判斷 但是這個就代表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邊界 那會有一些這個 但大陸現在根本不承認 這是你的 好像是我們兩個有什麼中線的問題 如果沒有中線的問題 他就把這整個的過程 把它內部化 然後把它變成常態化 就是說我來執法 這是我的水域了 那我覺得我們經過了這幾年 就是我們跟對岸 我們又沒有辦法真正跟它去對抗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不斷地喪失一些 本來有的一些默契 包括海峽中線 包括我們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執法雙方的一個默契 那大陸現在全部都不接受了 如果在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 現在大陸已經不承認 所謂的有所謂的中線 接下來請教委員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說 接下來中國的海警船 大家是說是否會比較平凡的越界 這個金門這一塊海域 談不上所謂的海峽中線 它跟海峽中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金門這一塊海域 因為過去大家都是屬於一種默契 它沒有任何成文的規定 沒有任何雙方面簽的任何協議 完全沒有 就簡單講就是一個默契 那這個默契也相安無事 但是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 第一個因素已經很難相安無事了 第二個剛好這一次我們海巡署的海警船 在所謂的追捕大陸遺傳 造成人命上的損傷 而且我們還扣了船 扣了人 所以這個在整個大陸上的網民 可以說已經炸翻天了 國台辦的網站已經被罵到了關閉留言 然後包括廈門海警局也被罵到了 就不敢吭聲啦 所以現在他們只好出來去做一個 想要說回應大陸民意的一個表現 不要以為大陸沒有民意 所以這幾個共產黨官員 現在都如坐珍珍 所以他們一定會派海警船出來 表達某一種他們要執法的意願 我們先講第一點 其實為什麼他們需要執法 不只是說官方的意見 是要反映了他們現在所面對的壓力 那第二個 更重要一點就是說 那你主張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可以有所謂這條界線存在嗎 甚至連海峽中線都不是 對 沒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問題的 而且你這個出事的地點 根本就在全州的 全桃礁的眼皮底下 他們那邊有幾管炮 是對著軍門來的 這個事情可大可小 那看得出來大陸的北京當局 是有點刻意要把它淡化 我們很明顯看它刻意要把它淡化 可是看起來是淡化不太標 現在大陸對這個問題 有名利山還是在網路上已經暴衝了 所以看大陸怎麼去處理 那最後一個問題更經典的 台灣的漁船到大陸沿岸捕魚 有沒有業界問題 沒有耶 台灣的漁船可以讓大陸 任何的漁港去靠港 任何一個海域去捕魚 為什麼 他們說我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台灣漁民就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 所以你到我任何地方來 我沒有業界的問題 那算叫做台灣的漁船在大陸上 應該這麼講 台灣的漁船在東海 黃海 南海 經常被大陸的海警船 甚至海軍所救援 所幫助 因為遇到颱風出問題裡面 他們就是所謂一個中國政策 然後就一句話就掛掉了 就是就像很多在海外 遇到困難的台灣人 跑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 領事館求助 他照常處理一樣的道理 就頂多就是把你當作香港跟澳門 比他們還好一點的待遇 大概這樣子而已 那你現在我們堅持說你是越界 所以我有執法權 他就是要挑戰你這個執法權 你繼續請教總編指引怎麼看 這樣子的一起事件 是否可能擦槍走火 其實就目前來看 我必須延續剛才蔡委員有講 其實大陸官方從事件爆發至今 他是盡量維持一個低調 他希望讓目前很敏感的兩岸關係 不要過於爆炸 那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他的中央政府相關部會的發言 還有大陸官媒各媒體的發言 都是這事件發生大概三天以後 才陸陸陸續有一些報導 我想這是一個民意的壓力 但可以明顯看到 官方是不希望這個事情激化 但現在比較麻煩就是 大陸的網民其實經常在網路上 他發表對台一些比較激化的言論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他也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相關 不管網紅 電視新聞相關的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幾天國內有一些報導 其實還是強調我們是依法 這個進行執法 這過程沒有問題 然後相關單位也是用這種口徑來講 因此對大陸的民眾來講 他就很難接受 尤其是人史為大 這件事情本身執法上 其實對於福建周邊的一些漁民來講 他本身就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因為看法不同 因此過去在這個海上捕魚的時候 常常會遭到我們這個海巡單位 一些攔截 驅逐 甚至扣押 扣船 扣人其實很多 我記得有一些這個數據也有 扣押的漁船數量非常多 因此在這個部分事實上大陸民眾對這個 應該他民間本身就有怨言 因此我認為在這股壓力下 大陸海警船他出海 那執勤特別是滿足民情需要這種強勢執法 我認為會有 但爆發和我們海巡單位的海上衝突 我認為這個機率還是比較小的 畢竟就是舊法論法 那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自己認為衝突風險比較低 但是它以實力為原則出發 在這一點來講 我們外島的海巡單位 事實上跟大陸相比 實力相距很大 最怕就是就像海峽中線 就像中國大陸過去處理釣魚台 或者處理中非海上這種紛爭 我隨著事件打折水棍上 我強勢跨過一步 我按照我自己的需求強勢執法 我認為這可能是未來 比較可能發展方向 謝謝總編 針對這一起事件 我們繼續來看到幾個重要的發言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國政基金會的副研究員 接種他認為說 中共未來可能會將 驚嚇水域給釣魚台化 然後派遣所謂的海警船 定期進入我境限制水域 來宣稱執法 那我方的部分 為了要避免衝突 恐怕也只能使用的是 所謂的日本應對模式 才用的是喊話跟奸 來維持所謂的主權象徵 那麼針對此 丹江大學的戰略所教授林穎佑 助理教授他也表示 中共面臨內部民眾的壓力 可能會有一些強硬的發言行動 需要做給中方的自己的民眾看 但是對我方而言 他認為可以趁著這個時候 危機是轉機有 他認為說 反而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以海巡署的執法單位 來和中共來有更多的窗口做互動 請問委員怎麼看 中國海警船4000噸以上 那麼最大還有到1.2萬噸 現在大家是說 巡著所謂釣魚台模式侵擾 我方海巡應該要怎麼來應應呢 台灣的海警船在那地方 是無法做任何的應付 大陸上它其實在政策選擇上 它有幾個有淺到深的步驟 前面就是說它宣布說 它現在開始執法 它有沒有說你台灣海警船不能執法 還沒有說 所以第二步的話 就是會禁止你台灣的海警船 在相關金門海域執法 第三個的話就用武力驅逐 大概會成三個階段 剛才當然紀文雄在講說 不至於發生武力衝突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說 如果他用武力驅逐 台灣的海警船的時候 你台灣有什麼應對措施 我坦白跟大家講 沒有任何應對措施 你只能接受 你只能接受 所以我現在跟我講的這個道理就是說 大陸上老百姓講說 你台灣的遺傳在我哪裡走都可以 這事實 那你台灣有什麼資格過 講說我的漁民不能在那補儀 你還講說我的船舶是三無 什麼沒有執照沒有號碼 我的漁民補儀要什麼執照 你台灣海調的船出去 你自己管那麼嚴格 我們大陸基本上它的遺傳 除了遠良遺傳以外它不太管的 它覺得老百姓的生計嘛 他不太管這種東西 所以那你說我依法 依法是 它會承認你台灣的法律嗎 不會 不會 所以我認為 它會用武力驅逐台灣的海警船 只是現在還不這麼做而已 就像它有沒有用武力去驅逐 日本的海警船 有啊 但它不講 他就今天兩個 剛剛紀文雄講默默的 你今天來了 我就你幾噸 你3000噸 我來個5000噸 我來個1萬噸 就不斷的不斷的讓你慢慢去接受 日本人很頭痛 有時候還故意到什麼12海里裡面 跟你晃一下 他就進去這樣直腳就出來 日本就那個什麼直升機 就批一奔命 說去不客氣一點 他海警船進去有錢的沒有多少 你問紀文雄都知道 你起降一個直升機的飛機 成本就很高 而且他人多 他海警船是 大概是一個月輪一次 你的海軍天天是頭一臂來輪 他被他搞死 就像我們前段時間 我們只要說大陸跨越海峽中線 我們的軍機就立刻起飛有沒有 搞到最後我們精疲力盡 結果他不是 他排隊要到海峽中線訓練的 還排三個月才排得到 他就是張克里玩這個遊戲 所以對於金門這個事情 我們也不要在那邊打總聯充胖子 什麼陸委會 什麼海巡俗 我跟你講 我公開講 這兩個大陸都廢物大陸 他什麼事都做不了 是 他做不了 他基本上這個問題就要等著 你這個賴清德未來怎麼處理 他根本不懶得去理會 你蔡英文怎麼處理 所以為什麼他沒有 像我剛才講說 第一個 我宣佈說我執罰 第二個 我宣佈你不准執罰 第三個 你來執罰我武裝驅逐 他就要看你賴清德怎麼表現 留個籌碼在後面 他武裝驅逐你拿嗎 這個海域 紀文雄很清楚 很簡單嘛 根本你毫無招架的空間 因為你那邊沒有海軍 我們台灣那邊沒有海軍 你海域是什麼幹嘛 不要忘記 他旁邊就是海軍 是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總編我繼續來看到說 所謂中國來推進海海的內海化 下一步是否會可能借端登船執法 台海這個海域 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 受到國際化的發展挑戰 趨勢非常的明顯 包括美國海軍 大概每幾個月就通過一次 過去有人發現 不只美國海軍 或者美國的海岸巡防隊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大利亞 不時會有船或飛機配合 來南北通過台灣海峽 也有時候如果說 他非要貫徹所謂的 台海內海化 甚至強勢執法 通過的船都要登船檢查 我認為這會把事情鬧的 可能大陸方面都很難收拾 也有時候我認為 就目前的狀況來講 他仍然會在口頭上 在一些動作上 不斷地塑造一個台海 內海化的氛圍 比如說像美艦 或一些外軍的船艦通過 他會說我的相關的機艦 都隨時監控 而且全程有效監控 外軍的一舉一動 不能讓他越雷遲一步 但其他我認為 他過去來到現在 除了有時候他認為 外軍的行動 那過於讓他難堪 包括他採取一個危險飛行 干擾的方式 或者用搶船頭的方式 干擾這些外軍的機艦 但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更激化的一個行動 雙方都是保持在一個 可控風險的範圍內 各蘇己見 包括美國稅行航行自由 那大陸方面強調整個台灣海峽 他都控制 在這樣的一個框架下 各行其事 也就是我認為 這個台海內的海化 雖然是他未來強到一個走的趨勢 但實務上來講 他還是在可控風險內 讓國際各方勢力在這個問題上 盡量降低他的風險 是 說到這個台海的問題 我繼續請教顏老師 這個兩岸之間 從這個M503事件 一直到近期所謂的這個 複入的旅團禁團令 兩岸累積了許多的敵意 缺乏對話之下 接下來你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這個當然是一個危機 但是也是一個轉機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坐下來談 我記得在90年代 我們剛開始成立海基海協的時候 對岸成立海協會的時候 就是因為雙方有很多的接觸互動 會有出現一些爭議 會有一些問題 當初最早年你看 包括你這個兩岸的婚姻的問題 就是到底你跟 就是對岸的人結婚 他有沒有已經結過婚了 就是要有一個文件的審查 這個公正 那這一些就表示說 雙方無論是在貿易也好 或者經濟活動 甚至是這些捕魚這些 你經常會有一些爭議 會有一些需要處理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海基海協成立 那我覺得當年 我自己有認得的人 在海基會工作 談判桌上面談的很重要的事情 結果後來一到陳追扁執政之後 變成是雙方不對話 我說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他說我們現在就說 中南部去探訪一下陸佩 看看他們生活怎麼樣 本來是做談判桌的你知道 後來就變成做這個 那後來馬英九執政以後 他們又去做談判桌做得很開心 蔡英文一執政 他們說那我退休了 不想再去做這種軟性的 當然也不是說軟性的不好 就表示說談判人員 你訓練了那麼久 累積了那麼多經驗 結果我們現在就像蔡委員講 根本就沒有談 根本根本可以關掉了 就是說沒有事情 那是不是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就恢復一些來談判 看看能不能有個機會 但是問題是如果就像對岸講的 我們現在就是不接受那個九二共識 那就沒得談 沒得談以後這些問題會越來越多 不坐下來談 你想想看 假使今天我們發生這個 逮捕漁民的事件 然後造成死亡 結果如果馬上就有專方有對話 馬上就可以說明一下 或者有錄音什麼可以接觸 那就不會有那麼緊張 就是因為大家各自表述 最後的結果就會有這樣 所以我認為是應該要有對話 是 謝謝 謝老師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持續來關心中國的外交部長 王毅17日出席的這一場 在德國的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好 場上被談到了很多的問題 這當中當然也會被問到了 台海的航行問題 還有鴻海的威脅 他笑稱兩者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並且他表示台灣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他警告西方國家不要跨越了紅線 好 另一頭來看到的是台灣的 涉外人士說什麼 台灣的涉外人士是表示 中國現在就是希望把台海說成內海 希望透過雙邊的聲明來創造法律的依據 好 王毅他說 剛剛我們看到了 他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警告西方不要踩紅線 說的就是給美國聽嗎 顏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就是王毅今天重新回鍋做外交部長 比起前任秦剛 好像大家感覺上秦剛是比較親美的 他的態度一向是強硬 你看當初他跟楊潔篪在阿拉斯加 我以前在阿拉斯加 他在阿拉斯加們的對話多強硬 所以他繼續那個傳統 而且現在也看到從那個APAC會議之後 你就發現說 好像這個習近平也跟大陸表明 跟那個拜登已經美國政府表明了 就是希望很多台灣的議題要 真的要明確表態 這條紅線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說我們過去就是在兩岸比較關係緩和的時候 大陸有些話可以不必講 但是現在我覺得全部變了 你看我們包括我們不要講別的 在今年年初王毅去埃及訪問的時候 忽然就祭出開羅宣言了 然後就說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這個就是說收回來 就完全就是他不在意過去 好像開羅宣言是蔣介石在座談的 但是現在他把國民黨過去 在國際法上面對他有利的全部都接收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現在比較尷尬 就是碰到美國好像歐盟或者說日本 當他們都說他們關心台海安全 兩岸關係希望兩岸和平台海安全 結果下面就會跟他們補一句 但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 那當然大陸就說 追著你一個中國政策不變 那你就不能對台灣問題有態度的干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現在 比較不利的地方 就是我們跟大陸的模糊地帶沒有了 然後我們希望的歐美國家 對我們比較表態支持的態度 那大陸反而會去一步一步的去逼 他們來改變立場 然後會限縮他們支持台灣的空間 那這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努力要改變的 也就是我們要跟大陸對話之後 我們才能夠跟我們的這些所謂支持台灣的 這些友邦能夠有一些更好的互動 是 沿著這個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歐美國家的態度 我們持續來看到 確實是來自於美方的態度 川普當時時代的這個 白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他投書期刊 闡述的是北京奪取台灣後的一個 地緣政治發展 那這當中他特別也指到了 北京不會只是併吞台灣而已 還會擴大 接下來他特別提到了這個 擴大軍力投射至太平洋 甚至到印度洋甚至大西洋 而這當中日本將會首當其衝 另外他還指出當美國的安全保證失靈 各國會競相來發展核武來求自保 好 請問委員怎麼看 多數台灣人關心的這個兩岸問題 現在也是擔心 接下來美國到底會不會出兵 保護台灣怎麼看 佛明的言論 那我們要講他當然要誇大說 台灣問題很重要 會涉及到美國的重大利益 會涉及到這個日本的生存 這個叫廢話兩個字 因為這個也沒有什麼水平 所以我公開批評他沒關係 我太了解這個人 為什麼 請問你 你以前打伊拉克的時候 不是也是敲鑼打鼓這樣講嗎 問一堅老師 是這樣子 你以前打哈胡哈是不是這樣講 也是這樣講 對不對 這一次例外以前在保護以色列 你是不是這樣講 涉及到英國歐洲的利益 多了不起 多偉大 結果你看看苗頭不對 拍拍屁股走路是誰 USA 是你拍拍屁股走路 而且你從阿富汗走的時候 還沒通知英國 英國軍隊傻眼的 我先問政紀委 你怎麼先翹屁股走路 你把我丟在這邊 所以英國 法國 急急忙忙收收包袱趕快跑 所以這是美國的所謂的 什麼學者 戰略家 當然有幾個很有聲望 像米爾斯 海默 基辛吉 有很好的學識讓人家尊敬 其他的就是翁肋先 我講得不可惜一點 就大學畢業就出來混 翁肋先 隨便去騙個學位的都是有 最簡單講 博明只是在製造輿論 看看川普未來 當選了以後 他可不可以重新某個一職 好不容易幹到什麼 國家安全副顧問是不是 是在美國是 大家想到這個位置 是以前基辛吉做的 他也不理新世紀做的 只是後來的美國國家安全故事 一代步入一代 現在蘇立我也看不起他 他們講水平也不高 是 好 看完博明的言論 我們來看到實際 美國近期有什麼樣 全新的一個佈局 這是來自於南華早報的報導 為了要遏止中國北韓的活動 美國接下來是說 會有五艘的航艦 今年史無前例齊聚在西太平洋 那包括美國現在共有 十一艘的現役 航艦當中已經有三艘 是在西太平洋執行任務了 那還有兩艘會在將來 會來抵達 那如果真的成真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說 這是首次五艘 美國的航艦 同時在太平洋來運行 那畫面上我們帶您看到 是哪五艘航艦 包括您看到畫面上 包括林肯號 還有喬治華盛頓號 雷根號 跟卡爾文森號 羅斯福號等等 總比我們看到 將近是已經出動了 一半以上的航母在印太區域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美國海軍11艘航空母艦 那未來幾個月 將有五艘在西太平洋活動 不一定是在第一島鏈以內 至少是在西太平洋 因為這個 雖然這個陣仗很大 但其實時機巧合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特別我們看這五艘 其中有兩艘是要替換的 包括雷根號 我們知道 它已經前進部署 在日本已經好幾年 原先它是用來取代華盛頓 也就是華盛頓 部署好幾年 雷根號取代華盛頓號 回美國本土進行大修翻修 而現在雷根號也使用了好幾年 因此 華盛頓號是來頂替雷根號 也因此大家普遍認為 四月份 這個雷根號就要回去 華盛頓號就要正式 要擔它這個西太平洋 日本這個哨兵的任務 那另外像這個卡爾文聲號 大概是在去年十月左右 到西太平洋 它主要是針對當時 這個東北亞這個朝鮮半島形勢 急劇升高 尤其是我們過去以來看到 兩韓的關係非常非常的不好 雙方不只將舉行針對性的軍演 而且最重要就是北韓進行了一系列 包括政策的改變 包括法律論述的轉變 特別是把韓國視為首要敵人 拆除了很多有關兩韓統一的一些建築物 甚至機構也廢除 因此這一陣子這個東北亞這個形勢 頗有進行戰爭衝突這樣的一個跡象 尤其之前當然還相互在這個 有一些島嶼上進行砲擊這樣的演習 那情勢一觸即發 因此卡爾文聲號來 主要是因應這樣的任務 另外像其他的船艦到西太平洋 有的可能是要頂替 目前還在這個鴻海執行任務的這個船艦 這個艾森豪號 我們知道艾森豪號之前部署在波斯灣 部署在鴻海已經好幾個月 這一陣子轟炸這個胡賽武裝 他也進行這個密集的任務 因此其中有一艘船艦我認為是用來到這個 這個鴻海地區頂替艾森豪號 因此未來我認為最多最多 可能常常在這個地區活動的 可能有三艘美國的航母 但是以美國航母的這個陣容來講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兵力集結 因為航母艦它後面還有一系列 像巡洋艦 驅逐艦 另外水下也核動力潛艇 它是一個戰鬥群 戰打擊群的編組 這樣的一個陣容我認為 主要就是用於確保這半年內 西太平洋的安全與穩定 包括北從朝鮮半島 還有台海還有南海 那不只是用於維持穩定 確保美國國家利益 事實上它也藉著軍事威責 威責像中國大陸 還有北韓這兩大對手 是 美國做了很多來穩定 這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方面 除了剛剛總編我們看到 美國整個佈局之外 大陸的部分 現在我們來看到 最近流傳了多張的照片 是這個殲-35 所謂的隱形戰鬥機 它是隱形戰鬥機的一個 不過它是模型 亮相在這個航母的 遼寧艦的甲板上面 那麼預料將會來進行 只是測試而已 那最新的這個圖片中 也可以看到甲板後部 停著一架是全新的全黑 殲-35的隱形式的載機模型 那內媒的軍事專欄 就分析指稱這項動作也顯示了 殲-35隱形戰機最重要的意義在於 將會接下來可能會抹去 所謂中美之間的一個差距嗎 好 遼寧號其實已經進場維修 超過一年多了 那近期又流傳了這一整組的照片 稱這個遼寧號現在可以搭載殲-35 這是否也代表殲-35 會成為中國一個航母的標記呢 委員怎麼看 如果純粹從海軍來講的話 中美的海軍的差距 有人講說中國船艦多 所以已經贏過美國 我不吃這種看法 有幾個指標就是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的作戰訓練的時間 已經好幾代了 中國大陸第一代都還沒訓練完成 就是有的還在建造 像福建號 山東號 遼寧號還在訓練 這種東西你沒有訓練熟到一定程度 還是新兵上戰場還是戰力是有限的 有能量可是戰力還是發揮不出來 所以他還要等時間 第一個指標還輸他 第二個 剛才紀文雄講的 對 就是說航空母艦 它根本就是一個火把子 它要很多的什麼驅逐艦 來保護它 而且是要有什麼潛水艇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美國的潛水艇 每一艘潛水艇的戰力 都還在大陸的潛水艇之上 所以好幾次的兵推 美國都說 我航空母艦會輸你 我這個也輸 但有一樣就贏中國大陸 那一贏就百贏 就是什麼 就是潛水艇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有沒有在發展潛水艇 我不知道 聽說有啦 在推出當中 但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 太大規模的改變 如果沒有我們可以評估說 現在美軍的海軍的戰力 還是在中國大陸之上 有第二個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我們暫且不提 可是如果在西太平洋 那九個不一定了 為什麼 因為工船的飛彈 不一定要由船對船來打 由飛機對船 由陸地上對船 所以如果在西太平洋 靠近第一島鏈裡面 美國是完全沒有優勢 這也是個事實 如果跑到太平洋中間去打 那中國大陸是沒有優勢 這跟距離有關係 就是因為你要打到太平洋中間 比如說夏威夷的話 那中國大陸這方面 實力還差距很大 但是在陸基的導彈 加上空射的導彈 因為你不一定要從船上出發 你說我一條航空母艦 一天可以起放幾次 我不用 我的機場 在整個中國大陸到處都是 對不對 然後我空軍用這個 大陸上的反艦飛彈 是很厲害的 所以而且艦的數量又多 像俄烏戰爭我們就看得出來 你有炮這個什麼炮兵 我有炮兵 問題是俄羅斯的炮兵 一天可以發10萬發彈 烏克蘭的炮兵 一天打個5000發就已經了不得了 就是輸下來 那如果從發射導彈的力量來講 在西太平洋 大陸的量是遠大於美國的量 所以這一點就是 雙方面的輸贏的對比 可以從這不同角度來看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個遼寧艦所謂的殲35 我還沒有辦法很確定 因為F-35是三種機型 F-35A是陸地上起飛的 叫陸機型 F-35B是垂直起降的 垂直起降可以在什麼 兩棲攻擊艦或者什麼其他的 比較平台比較大 但是不像航空母艦 專門給艦載機用 用所謂起降型F-35B 但F-35B的作戰半徑很小 它只有好像打了好幾個折扣 那因為它造價貴 起降費用佔了很多的東西 所以它的作戰半徑 本來就比較小 那最重要的是艦載機 F-35C 可是現在好像 還沒有完全取代 我不曉得紀文兄 現在好像還是 以F-18為主 對 超級大恐怖 對 還沒有完全取代 那如果中國大陸 一開始就有這個遠見說 我的隱形戰機 因為F-18不是隱形戰機 F-35是隱形戰機 那我現在這個山東號 遼寧艦 是不是能夠做這種用途 這要問紀文兄更專業 是 同一個問題 怎麼看這個F-35戰機的部分 對 講到航空母艦的發展 大家認為這個 解放軍海軍 除了航空母艦的數量 遠遜於美國海軍以外 更重要的是 上面配備的艦載飛機 其實兩軍也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包括美國海軍 它有完整的 有攻擊機 有預警機 也有各種反潛機 那它是非常非常完整 而解放軍海軍在這個部分 目前比較知道 它只有殲-15這個重型戰機 那另外像反潛機 有 但數量還是性能 也不夠充分 那預警機還有新的這種戰機 那目前在發展 所謂的新的戰機 不是說像這個殲-15一樣 四代機 而是比它更先進 類似美國F-35這種 第五代戰機 我認為殲-35如果 就目前從網路上 還有一些媒體所報導 它確實是類比於美國 F-35這個戰機 但我認為未來還要有待觀察 它的性能是否能夠足刊 達到這樣的水平 雖然外型很類似 但如果解放軍真的是 獲得這種戰機 而且它非常成熟 但與目前相比 它在數量上 形成戰力來講 還有很大的落差 特別是大家注意到 美國除了這種 尼米茲級超級航空母艦上 有F-35C 艦載的第五載戰機 它的兩棲攻擊艦 這幾年紛紛改裝為 所謂的閃電航母 可以搭載F-35B 這種可以垂直起降的F-35衍生型 也因此對美軍來講 未來它的航空母艦 和類航空母艦 它的兵力其實是相當雄厚的 也因此 殲-35即使成功發展 而且陸續服役 但它跟美國的時間差 可能有差10年到15年之間 這樣的一個戰力差距 我認為還是有 因此對於解放軍 海軍來講 它發展航艦和航艦 艦載飛機之路 我認為這個路 還有慢慢長路要走 是 看完中國 在這個軍事上面的佈局 我們持續來看到最新 有一份是來自於 英國智庫的一個研究報告 特別當中指導的是說 中國軍方近期有鑑於 這個烏俄戰爭的經驗 有意識到未來在印太地區 我們來看到這個英國智庫 說這個地區的戰爭 將會是曠日持久的 會展開準備 因此中國的部分會展開準備 顏老師怎麼解讀 我想第一個 這個印太其實大概就是台灣海峽 還有真的會到印度去嗎 會到澳洲太平洋那麼遠 不會嘛 就只有台海 那台海如果是持久戰 我不曉得我們台灣怎麼看 我們變成烏克蘭 要傷害那麼多 當然大家可能會說 很棒 我們挺住了 所以對岸才會 對岸認為我們還有機會挺住 所以才會有持久戰的想法 可是持久戰的想法 意思就是我們會受更長時間的煎熬 所以我不曉得對岸 是覺得我們真的是能夠 就是包括美國 包括其他國家 都願意力挺我們 提供足夠的武器 讓台灣來去消耗對岸 他大概只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就像美國透過烏克蘭來消耗俄羅斯 美國未來也要透過台灣來消耗中國大陸 那不斷的武器進來 但是我覺得對我們自己的人民 可能會受到的傷害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 所以我對這個英國這個智庫 等於是不把我們人命當回事 就是希望你再一次 像烏克蘭一樣做馬前竹 當作西方國家對抗俄羅斯 對抗中國的一個工具 一個馬前竹而已 好 帶觀眾朋友來看到普丁現在最怕的 47歲的反對派領袖 有克里姆林宮的批評者納瓦尼 16日在莫斯科東北方 約1900公里 號稱這邊被稱作是極地狼的北極流放地 在散步之後失去了意識之後死亡 目前還在調查說他的死因到底為何 納瓦尼他是律師出身的 以反對高官然後發起反貪腐運動文明 接下來他就被判了30年的一個徒刑 那麼地點就是在世界上最嚴峻的流放地 這個流放地的大家看畫面上 這個流放地的地方 它的氣溫據以瞭解是攝氏零下20度的 囚犯都表示冬天在這邊被迫不穿外套 站在戶外而站不住的人還會被撥冷水 因此在俄羅斯只有被控被犯下這個 最惡劣罪行的人才會被送到這邊去 好這邊是IK3是世界上最嚴酷的流放地 那也是位在俄羅斯的 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的亞馬爾 這個一個自治區的一個地方 對一個自治區的地方 好我們來請教這起事件 這個突然間發生了 納瓦尼就這樣身亡了 而且這個時機相當的敏感 是在俄羅斯即將舉行總統大選的時候 嚴老師怎麼看 當然就是說我們知道普丁他修改憲法之後 還可以在位十多年 所以當然不願意有任何的反對的聲音 在這個時候特別可以跟西方 來互相唱應和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跟歐洲一定會對他修改憲法之後 要進行連任做很多的批判 那當然俄羅斯裡頭 境內還是有很多反對普丁的人士 但我不認為這個納瓦尼他是因為 就是可能是這個好像就忽然這樣子過世 我覺得還是過去跟很多俄羅斯的這個異議分子被下毒有關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但是也真的有可能是撐不住 我們如果像我們這一代的人 讀過去那個俄羅斯的這種古拉宮 這個索爾尼辛他們這種集中營 被放逐到那個地方 真的是俄羅斯的天后 絕對不是一個能夠忍受的 我們會想到在文革時代 中國大陸放到北大荒什麼等等 要熬過來真的都 如果能夠熬活下來 也都是身體都爛掉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我相信納瓦尼當初就已經有做好這個準備 所以就選擇了這條道路 那現在他可能因為他的死 會讓一些俄羅斯的人 會不會在投票的時候 做出一些不同的決定 我覺得這個還需要觀察 因為我自己 我教過俄羅斯的學生 年輕的女學生 還是滿崇拜普丁的 所以你要把他們 就是說覺得說跟他講說 這個是一個很糟糕威權的總統 但他們很多俄羅斯人是認為 他終於讓俄羅斯從這個 這個葉爾辛這個 那麼爛的一個領導人 走上了一個 恢復了昔日的一些光榮 那我覺得這個是俄羅斯人看的部分 就是回頭來講 就像當初這個 這個我們講這個 葉爾辛的前任 我們講的戈巴契夫 當初他是又進行這個政治的開放 又進行經濟的改革 結果後來大陸看到說政治開放 經濟改革同時進行不可能 所以只做經濟改革 政治不改開放 那普丁我想也是學的一樣 我經濟還是可以稍微自由化 但是我政治絕對不開放 因為開放的結果 到時候整個政權就是會崩潰 是 同一起事件委員怎麼看 我有任何影響 因為普丁在俄羅斯的地位 大概是被認為 從彼得大帝以來 最偉大的俄羅斯的領導人 這是俄羅斯老百姓的共識 海外在講什麼納瓦尼 對他們俄羅斯來講 誰是納瓦尼 這真的是這樣子 納瓦尼在海外的聲望很高 可是在俄羅斯國內 也沒有幾個人認得他 有點像阿根廷美國扶持 不是 在韋力威拉 美國扶持總統 對 這就是個現實 因為普丁他把一個癱瘓的俄羅斯 帶上現在還能夠抵抗北約 就俄羅斯的人來講的話 他幾乎就是彼得大帝以來 是一個民主英雄式的人物 所以他要當權多久 俄羅斯人都會同意 所以這你沒有辦法 你說他專制也 你說他威權也好 你說他不在乎對不對 就俄羅斯來講說 我總不能在你在美國歐洲 在我們剝削我們 那個像葉爾辛 像戈巴基 隨便讓你們亂搞的時候 什麼亂賣財產 賤賣財產 當然納瓦尼可能 因為當時年紀輕 他是為了反對官員 貪腐發起很多的運動 這是好事 可是他中人家的招 為什麼 他我覺得可能是設計好的 他就比如說 我去指控政績文 貪腐什麼什麼 就一貪幹都不是 都不是 很顯然是中計的 然後人家就用你 你是詐欺罪 你是無告罪 一弄八弄 一個案子判三年 十個案子就三四年 他這樣跟你搞 你知道嗎 所以很明顯是中了 普廷的招 他說 所以要跟普廷鬥 他真的還在花點腦筋 他是這樣子中招的 他送到西伯利亞去流放 他們術語上叫流放 因為監疫實在很大 你也走不掉 意思吧 你不可能連續走五天不死的 那個地方是這樣的形成 有一個人成功逃逸 那個人叫史大林 我們都忘了這號人物了 不過當時他是二十幾歲 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 有這種體力的人 後來能夠成為蘇聯的領導人 其他人大概沒有這個本事 大概人過三十 要離開那個地方 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他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地方 納馬尼就說 他自己回俄羅斯人家 告訴他不要回去 他自己願意回去 他以為回去可以當像施明德一樣 那也不可能 為什麼 在北極那種流放的地方 半年白天 半年黑夜 他基本上是屬於精英階層 他不像史大林那種 腿打的身體 在底層裡面混出來的 就是簡單講 黑道混出來的 他不是他精英混著 好 念書很優秀 很文雅 教養很好 可是你要跟這個普丁 其實鬥這種東西 其實是沒有贏面的 那現在就是比較好笑的是 史多騰伯格 北約秘書長 這搞笑 那你說好不是俄羅斯的問題 是你北約的問題 那你北約打打看 你又不敢 然後他不敢 你要講說你中國都沒吭聲 全世界沒有吭聲 印度有沒有吭聲 印度沒有吭聲 他就不講對不對 印尼有沒有吭聲 印尼沒吭聲 所有的回教國家沒有人吭聲 為什麼 你問題是為什麼 對不對 這個可能是 你這個史多騰伯格 自己要去檢討的 當然他想要借機會 想要說修理修理中國 中國根本懶得理你 懶得你 這也就證明一下 剛開始歐洲戰爭 很多人翹路打鼓 北約復活的 歐盟團結 今天呢 所以這些媒體吹牛過度 真的是要拿出來好好檢討一下 還有那政客吹牛過度 那現在就是中國 要不講 這是俄羅斯內政 我們不敢說他國內政 是 他就要打完了 是 剛剛委員他幫我們 特別提到這個 這個北約的秘書長 史托騰伯格 他特別針對這一次 發生這起事件 那中國其實低調 也拒絕評論 那他就批評中國的態度 好 他特別還提到了這個 中國納瓦尼的史被視為是 中國悄悄支持普丁 對烏克蘭的戰爭 那麼他也表示 如果普丁在烏克蘭表現得越成功 那整起事件代表 中國國家主義習近平 越有可能對台灣來使用武力 好 他是這樣解讀的 請問閻老師怎麼看 我一直覺得說 他們一直把這兩個事情擺在一起 就是兩個是不同的事件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中國跟俄羅斯是不是一定說 好像就是完全就是叫做 我們叫做俄羅斯成功了 那中國就一定會成功 我覺得也不一定 但是這兩個真的是 都是西方眼中釘 所以西方就希望說 看到他們兩個人 就是指控他們 然後希望透過這些指控 讓那個國際有一股 反對這兩個國家聲音 可是如果你看聯合國的投票 就知道看這個第三世界的表態 就知道美國跟歐洲 其實西方國家還滿鼓勵的 是 同一個問題呢 總編怎麼看 我認為就是這個事情 對於俄羅斯政府影響真的非常有限 因為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線 全球觀點 全球觀點 全球觀點